这个视频咱来讲讲抛物线和圆的故事 题目经常把它俩放在一起 比如告诉你抛物线外方等于2px的准线和这个圆是相切的 让你求抛物线方程 准线跟圆相切大概就是这样的 其中抛物线含有参数 那准线就是x等于负的2分之p 把p求出来就知道抛物线了 而圆是确定的 圆心3一半径14 既然圆心和半径都知道 那准线与圆相切不就相当于这段距离是半径吗 也就是说圆心3一到准线x等于负到2分之p的距离是半径4 用点到直线距离公式就能得到p等于2 抛物线方程就是y方等于4x了 搞定 其实你不画图也可以把准线与圆相切 直接翻译成圆心到准线的距离等于半径 从而得到方程求出参数 一个题可不够 咱再来一个 题目说点A是抛物线 外方等于2px上的一个点 如果以交点f为圆心 af为半径做圆 让这个圆和抛物线的准线有交点 问你A的横坐标x0的曲直范围 这个嘛 你就得根据题目描述做个示意图了 抛物线是任意的 A点也是任意的 要以交点为圆心 af为半径做圆 圆跟准线有交点 通过图可以看出 只要圆心到准线的距离小于等于半径 那就可以保证圆跟准线有交点了 圆心是f 这段距离就是p 半径大于等于p就可以 A点坐标是x0y0 准线是x等于负的2分之p 那这段距离就是2分之p加x0 这两段相等 af也是2分之p加x0 这就得到af这条交半径的长度了 它就是圆的半径 再入到不等适中 那就能得到x0大于等于2分之p 这就是x0的范围了 搞定 OK 总结一下 遇到抛物线跟圆的问题 你只要画出示意图 把题目转化成点到直线的距离 和半径之间的关系 就能搞定了 好了 没事例就讲完了 图儿们速速刷题去吧 好 谢谢大家